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俗话说,凡是女人病,皆因气血虚,凡是龙眼老 皆因气血于,我们都知道女人是非常容易贫血的 一旦气血不足就会导致脸色暗黄,皮肤苍白,手脚冰凉 时间久了,就成了大家口中 常说的黄脸婆,当女性贫血的时候,不要只是吃补血的食物 像这种艾草,她被称为天然造血库 隔三叉五吃一次,改善贫血,小脸红润,气色好 今天就用艾草分享一个天然造血库的吃法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现在是春天,正式吃艾叶的季节,也是人们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说她熟悉,是因为人们都知道 艾叶可以用来泡脚,而且对身体有明显保健作用 说她陌生,人们对艾叶的其他功效又不了解 艾叶是一种多种不同的用途中药材 它除了泡脚以外,还可以用来煮水 人们用它泡水的养生功效也是特别明显 那如果把艾叶食用的话,又有什么功效呢? 去田里摘回来的新鲜艾草,放入水里清洗干净 艾草第一,可以杀菌消毒 杀菌消毒是艾叶煮水盒的重要功效 因为艾叶本身就是一种杀菌消毒的重要材 人们用它煮水喝,能尽快把它含有的药用成分吸收和利用 它们能消灭人体内的敏感菌和真菌 以及多种病毒能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 对人体产生伤害 具有特别出色的抗菌抗炎的作用 第二,驱寒止血 艾叶煮水喝,还能温补身体 它能补液气血,也能除去身体内的寒毒 在寒冷的冬季中 人们多用艾叶煮水喝,可以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 而且能阻止其在人体内渔积 对人类的手脚冰凉有一定调理作用 艾叶煮水喝,还能收敛止血 人们出现大病带血后,或者咳血吐血的时 多用它煮水喝,就能尽快止血 第三,可以镇静安神 煮水喝,能让人体尽快把艾叶中含有的药用成分吸收和利用这些物质 能直接作用于人类的中躯神经 能营养神经元,提供神经功能并疏通经络 促进血液循环 它能让人类焦虑紧张的神经得到放松 也能起到镇静安神的重要作用 人们在晚上睡前 用艾叶煮水喝,还能预防缓解失眠 提高人类睡眠质量 艾叶清洗干净之后 锅里烧开水 把艾叶放入进去焯水 去除它的苦涩味 焯水的时候,加入一点食用碱 食用碱可以保持颜色翠绿不变色 第四点 艾叶煮水可以驱赶蚊虫 艾叶煮水不但可以喝 还能直接用来拖地或者擦拭家中的家具 这样就能让室内带有淡淡的艾叶香气 而室内的蚊虫闻到这种香气就会自动远离 所以在炎热夏天中 人们用艾叶煮水拖地 用它涂抹肌肤都可以起到驱赶蚊虫的重要作用 焯好水的艾叶放入碗里 再用冷水浸泡一会儿 把里面的苦涩味去除 在等待泡艾叶的时候 再准备一块生姜 生姜是人们厨房中的必备食材 能提味、增鲜、去除异味 它也是一种中药材 能驱寒、止痛、活血、化鱼 生姜在生活中的吃法有很多种 而且人们用不同的吃法 吃生姜所发挥的保健功效 也各有不同 生姜煮水 第一,可以消炎杀菌 生姜中含有大量的浆烂素 人们用它泡水之后 漱口可以消炎杀菌 也可以去除口腔异味 它对人类的口腔溃疡 或者口舌生疮 以及口臭等多种不良症状 都有明显消除作用 把生姜泡出的水慢慢含糊 还能缓解咽喉炎症 轮到人们的咽喉肿痛 尽快减轻 第二,可以调节神经 缓解疼痛 生姜泡水还能调节神经 缓解疼痛 平时人们出现神经性头痛 可以把生姜泡出的水 放在盆中 直接用双手 放在盆中浸泡 这样就可以让疼痛的症状减轻 另外,人们出现关节疼痛 或者风湿骨痛 都可以用生姜泡水 还能起到明显的止痛作用 第三,还可以输筋活血 输筋活血增强人体抗寒能力 也是人们用生姜泡水喝的重要好处 生姜清洗干净 把它切碎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焯好水的碍叶也浸泡好了 我们控水捞出 捞出来的碍叶放入砂锅中 加入刚才切好的生姜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小火先煮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颗桂圆 桂圆第一可以抑制补脑 桂圆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紫质 果糖 葡萄糖 钙 磷 铁 多种维生素 对脑细胞特别有益 适当食用 可以增强记忆力 非常适用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儿童 对于记忆力减退的老年人 同样适用 接下来 再准备两个鸡蛋 碍叶煮鸡蛋 可以让身体温暖 增加能量 活泪气血 加快血液循环 精神差 气色不好 隔山差五 煮上一碗 坚持一段时间 就可以有效的改善 鸡蛋黄中 含有一定量的磷脂 磷脂是有乳化作用 进入人体的磷脂 所分离出来的胆碱 具有防止皮肤衰老 使皮肤光滑美艳的作用 鸡蛋黄中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接下来 砂锅中的艾叶和生姜 里面的味道全部煮出来 这些渣 我们就不要 然后把刚才剥好壳的桂圆 也加入进去 还有鸡蛋也放入进去 鸡蛋加入进去 尽量转小火 大火煮的话 很容易让蛋白蛋黄分离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煮十分钟左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容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时间到了之后 时间到了之后 加入枸杞子和红糖 把红糖组织融化 就可以把这个爱叶鸡蛋汤 盛入碗里 慢慢享用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转发点赞 收藏 订阅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